持續帶你引起來追蹤保齡案的最新進度 目前真情案件沒有新增個案 累計通報34人 死亡2人 不過有4位的重症患者 已經有3個人恢復意識 剩下1個人還在昏迷當中 主要是因為他有肺炎感染 目前還在使用呼吸器 而至於毒素的來源 也有最新的進展 大般的廚師手部 還有排泄物的檢驗都是陽性 但是產生毒素的關鍵 唐昌普博克氏菌 在廚師的手部培養 細菌方面卻是陰性 也讓人擔憂會不會成為懸案 而更有專家擔心 這個細菌是不是早已在台灣 落地生根 讓我們來聽一段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的最新說法 培養不出來 我想可能機會蠻大的 因為這個不是很好培養 那可能在我們的環境之中 它的存在也蠻少的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這樣 但是雖然沒有這個細菌的職業證據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毒素就是這個細菌產生的 那我想以間接的證據來看 還是相當的充分 第二次專家會議的時候 我們有找食品工業研究所 食藥署還有農業部一起 那我們會發動一些所謂的調查跟研究 看看這個唐昌普博克氏菌 尤其是它的這個有一個叫做椰毒病原型 這個亞型 那它在台灣的分布是如何 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做研究 不過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你應該聽到王必勝說 一則以洗一則以憂 好的方面是這種細菌 目前在台灣並不常見 但到底是怎麼帶來 還沒有找到關鍵的原因 而對於毒物專家建議 可以進一步檢驗 廚師的排泄物檢體 釐清成味道裡面 是不是可能就有唐昌普博克氏菌 王必勝回應可以再進一步檢驗 但他認為要驗出陽性的機率 可能性不大